问宝石老旧能有多双标 说唱节目上他不苟言笑 面对说唱圈乱象更是直接硬钢 万万没想到 皮哥三的他 却因为思念淘汰的兄弟 直接从坚强的男人变成了这样 虽然有点心疼 但对不起老旧 这波猛男落泪属实把我给笑拥了 而一生要强的脆弱男人 此次更是突破自己 舞台上不仅玩起了唱跳 一手行走的鱼 Rap歌词感人 也将情绪又拔高了一个层次 我的回忆该如何忘记 那命令的捉弱该如何抗拒 因为恶意的评价 也自怨自艺 也得一点点笨拙 就自暴自弃 明明活着就拥挤了所有力气 挂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鼓励的脆弱的敏感动我们 鼓励的自闭的忧情我们 被鼓励的偷偷哭泣 我们想努力去感到无力的我们 一次次的缺氧 一次次的生长 一次次的牵肠 一次次的迷惘 一次次的受伤 又一次次的梦朗 一次次的悲伤 咱就是说 这语文138真不是吹的 不然说唱节目中也不会那么狂 没用一句脏话 就diss了整个说唱圈 当他登上央视舞台 一举一动不但深得增益指导 在央视说唱的一举一动 都是一本就 增益教学前 一哥说好人来你带给我走这样 我一看一哥他人是这样 增益教学后 郭峰说唱更是正气凛然 总是天下应许好 结我切实际 各有如你我这般 自信能有几人 只有你懂我高山流水的绿 只有你明白我 清风明月的夜夜很晚 感恩能遇到你 感恩相照 一生一世的 吃饮着晨曦 念之不能别 星星天微笑 携手他明月